中古遊客擠滿花蓮火車車廂畫面 民眾都不陌生 而近年來花蓮跟中國廣西交流密切 每年派出大量民間團體到花蓮訪問 去年暑假一度還計畫到花蓮光復鄉 泰巴朗 馬泰安 阿米族的兩大部落 在一例性中跳壯族民俗舞 移發部落七年抗議 今年則是打著體育文化交流民意 拜訪花蓮 族人認為是一種變相的統戰作法 對花蓮的經濟是有幫助是沒有錯 不過如果說他們是純粹這樣子做的話 應該也沒有什麼好處吧 會不會覺得是另外一種統戰的方式 應該也是 之前廣西省就跟花蓮縣 觀光文化經貿等面向 有許多的交流 這次更在花蓮體育館 舉辦首屆桂花萬村全民籃球賽 桂台青少年足球友誼賽等多項體育賽事 族人回應花蓮就像是中國廣西省的土地 這次廣西省來到花蓮交流 縣長傅崑奇強調桂花一家親 共同為兩岸繁榮盡力 但這樣的言論 聽到族人而理並不認同 更擔憂原住民族的文化 因為中國文化思想更加被混淆 記者綜合報導 先把文化思想更加 那些東西 多項體育電話